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來到我們第三屆的TELES題目 然後我是創辦人Yuki 非常感謝大家的到來 然後在這邊呢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其實呢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知道 疫情呢 都打亂了我們的生活 那原本呢 今年的第三年TELES內湖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辦得成 因為大家記得五月的時候呢 有一次就是封城 所以呢 那時候遙遙無奇的封城 其實原本打亂了我們要籌辦TELES內湖的計畫 那能夠舉辦這個TELES內湖呢 我們是大概從九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微解封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籌辦 所以在短短兩個月內 我們非常趕 非常緊急 但是呢 我真的要非常感謝我們的 所有非常優秀的工作團隊 然後讓我們在兩個月內 能夠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 那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 給我們TELES內湖的團隊 一個熱情的掌聲呢 謝謝 謝謝 那其實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疫情呢 已經困擾了我們生活兩年了 那從之前的徬徨如知到現在 其實大家已經開始慢慢適應這個生活 但是呢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已經回不了過去了 現在是一個New Normal 就是新型態的時態 那其實我們現在的一個生活方式 已經完完全全的改變了 因此呢 我今年就把我們TELES內湖的主題 定為深深不息 因為呢 我們希望可以在大家的生活當中 在面對一些未知的未來 我們必須要面向未知的勇氣 那同時呢 也要對於這些重要的小事 我們要非常的勇敢去面對它 同時呢 並且要跟 學著跟自然做相處 因此呢 我希望大家呢 除了在面對我們的生活 面對我們的這個 不主要是工作啊 或是感情等等的狀況之下呢 可以從內心往外去慢慢的 先從了解自己當中呢 然後呢 再來用勇敢的一個心態 去面對我們人生的每一個挑戰 這是我今年把它定為深深不息的一個目的 那大家呢 同時也可以看到 我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大家會覺得說 蛤? 我們的Logo 對不對 感覺很像 是不是很像那個最近 剛改為Meta的Facebook 有沒有 欸 沒有 是他選我們的啦 因為我們設計師呢 9月的時候就已經設計出來了 剛好 就是過了不久呢 那Facebook呢 也公布他們要改新的Logo 改名叫Meta 那大家有沒有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Logo的弦外之音 其實呢 這個Logo呢 是一個Infinity的一個符號 然後呢 中間是一個X 所以呢 也搭配了我們的主題 深深不息 希望說這個Infinity的符號呢 沒有起點 也沒有終點 重點是 它是不斷的重生跟循環 不斷的重生跟循環 也代表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力是無限大的 所以希望呢 今年我們也精選了非常多的獎者 總共有13位獎者 他們呢 將會透過他們的人生經驗 來讓大家有所的觸發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從我們的獎者當中呢 可以學到一些人生的智慧 那在這裡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Enjoy 今天的一整個下午 那我是Yuki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謝謝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謝謝我們的創辦人Yuki 來我們影片您來錄習 好的 先次掌聲謝謝我們Yuki